朱军事件再次升级,受害者趁将捐出全部赔款,到底该相信谁? 哈喽各位网友,大家好,又到了为各位网友解门的时候了。 说起朱军相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,朱军可以说算得上是央视著名的主持人了。 并且,玉利勇老师,董卿老师以及朱旭老师,被网友成为是金牌主持人。 可以说朱军的地位在央视不算低的,因为幽默的主持风格,朱军也是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和支持。 但是备受观众喜欢和支持的朱军却是陷入了一件性侵的丑闻当中。 说起这件事情,相信大家肯定在网上多多少少,肯定也有一些了解了。 其实要说起这件事情,可以说很长时间了。 根据网上传言的受害者说,在四年前的时候朱军就有意性侵她,但是后来由于被人撞见,所以女孩子就趁机逃走了。 而在事情发生之后,这位趁遭到性侵的女孩子也是选择了报案。 但是后来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就没有了,然后,在后来,女孩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们,但是他们也去公安局遇了案。 但是在后来不知道为什么,这件事情却不了了之了,而就在前一段时间,这名受害者在好朋友的支持下,又把这件事情重新的公布出来了。 而在这一次,这名女孩也是说,无论遇到多少的困难,自己一定要揭穿朱军的真面目。 并且女孩也是表示,称,相信法律一定会站在正义这边。 在女孩说完这些话之后,众多网友也是有了自己不一样的看法。 有的网友觉得这名女孩是想借着朱军的名义炒作而已,但是女孩也是站出来说,会把那些得到的赔偿,全部都补偿给需要的人。 而这些话,也是让很多网友表示非常的支持,并且很多网友希望为她讨回一个公道。 但是,也是有小部分的网友表示支持朱军,因为他们相信朱军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,也相信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,朱军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,可以说是个有的的道理了。 而作为至关群众,我们也是静观其变,相信法律肯定会关于这件事情,给我们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。 而到时候,谁对谁错这件事情,也自然就一目了然了。 好了,今天娱乐圈的故事,就为各位说到这了。 不知道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,你对于这件事情,有怎样的看法呢? 欢迎各位网友在评论,下方积极,的发表自己的看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